一開始就來看到中美合作真的對全世界非常的重要 也對世界有利嘛 期拜會前呢看到習近平主席展現了魅力外交 這是呢美國華爾街日報特別說的 北京發起了魅力的攻勢 好那最近來看到王毅訪美 然後呢拜登還特別見了王毅 然後呢王毅啊這件事情呢可以說呢很多的成果 好拜登呢一開始也對呢李克強的去世表示哀悼 那也強調中美必須要溝通關切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問題 王毅說面向揪金山推動中美關係止疊棄文 還有呢美聯社說拜登跟習主席同意11月IPEC要來進行會面了 王毅也說一中原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再度劃下台獨紅線 好說是兩國最重要政治基礎排除干擾 還有呢通往舊之山不能只靠自動駕駛好嗎 另外呢也提到了說什麼呢 中美關係趕快回到永續的發展 這個是跟像是布林肯的蘇利文都有講到這些類似的話 其實這次他談了很多個小時跟布林肯超過6小時 拜登談了1小時蘇利文談了3個小時加起來就10個小時了 我想問一下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呢美國跟中國大陸的確有很多議題需要談的 比如說來看到巴伊的衝突也是啊 布林肯也說像跟中國大陸合作啦 然後呢這個烏克蘭現在只拿到1.5億美元最近的 這個相關的錢 然後呢美國的部分 你的眾議院議長終於出來的強森 他非常強硬極右派的反對生育權 然後立刻管控呢這個移民的問題 另外他當年還帶頭讓100多人共和黨連數呢 想推翻拜登4個搖擺州的勝選結果 然後呢他最近又說原污跟原椅的經費要分清楚啊 這個我覺得這一次當然是 美國跟中國都認為巴伊 這個以巴衝突需要處理 對啊 那美國當然更擠啦 因為他擔心伊朗介入嘛 那伊朗介入 這個人員危機恐怕會再度爆發 就是油價可能再升到 那油價我看 恐怕是150以上 那拜登還要選嗎 那誰受得了 那中國大陸當然也會考慮到 因為他跟這麼多國家都是最大貿易夥伴 所以當然也不希望 這個 局勢惡化 軍勢惡化 然後人員危機也來 然後到成很多地方民不聊生嘛 生活困難 那經濟也會碰到一些變數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覺得 坦白講這個 並沒有看到其他方面的進展 結果王毅就去了 那當然之前我們看到了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這個布林肯的代表 就AIT理事主席羅森伯格來台灣 然後表達不支持台獨 這很重要 希望兩岸對話交流 這個等於是布林肯在向 大陸釋出善意 這非常明顯 因為大陸本來就最在乎 紅線 兩岸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那個習近平主席在大陸意外接見 Nuisance 那個加州州長 那我覺得 這裡面你也可以看到玄機 就是 因為那個加州州長 講話非常客氣 完全沒有美國那一套 高高在上的樣子 就非常實際 對 他也很喜歡比亞迪 其實簡單講就是說 已經很少聽到美國人這樣講話 而且他還是民主黨的 對對對 而且是州長 坦白講 目前也是民主黨民調第二的人 蠻不錯的一個 第二號人物 那 習近平跟他講一段話 他說中美關係跪在民間 就是說民間交往 或者與州的交往 這個有一個隱含 就聯邦交 政府不太好交往 這個 聯邦政府問題一大堆 講話也不算話等等 對啊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王毅 不管是見布林肯 見蘇利文 提掉的都是同一個基調 就要回到巴綠島公司 就事不亦無異啊 你不能嘴巴講又沒有做啊 事實上就是沒有在做 而且是逆向在做 是逆向在做 因為我看到王毅見完拜登之後 美國之音寫了一篇文章 坦白講我就覺得還是憂心忡忡 那篇文章的標題叫做 美國不了解中國要什麼 你實在 你真的不會聽話 王毅第一句話就想 回到兩國元首的共識 回到巴厘島的基礎 你還不知道人家要什麼 所以我就說未來在政治 反正兩國還有很坎坷的路要走 那現在完全就是急於就是 區域情勢緊張 需要做一些處理 不過這裡也有玄機 我覺得王毅很聰明 他就看到 可能 可能布林肯或蘇利文講話也不是很具體 那他對伊朗的問題 美國就正式 要拿提出請求他不回答 他也沒有承諾 中國會怎麼處理 沒有 可是美國把問題帶到 那王毅呢也把問題帶到 就是說中美最大問題就台獨 對 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比較像是什麼 就是各自坦率的把自己 這個關注的問題都帶出來了 那至於未來要怎麼走 坦白說 因為王毅去之前你又看到 美國對人工智能 進一步管制出口 雲交易也不行 那中國大陸也比招辦理 就石墨管制出口 那何立峰也沒去美國 就這個大環境你要知道 所以 不樂觀 之後又在南海出現 殲-11對B-52的近距離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坦白講各種 氛圍出現的情況 並不好 那完全是因為美國 為了處理這個尾巴問題 所以急著要見你 那中國大陸就順勢就去了 那事實上 美國也不夠意思 也不當場宣布李家超就開放 對 還沒有提到這一句 李家超也沒正式提出 所以我簡單講就是具體的東西 我估計他們談 因為他是傳耳的耳機 對 所以那個時間是非常長的 只有拜登那段是經過翻譯了 其他都是直接講的 因為英文可以 所以等於是長達六到三 九個小時 沒有翻譯的這樣子 所以我估計什麼問題都談 而且我認為一定會談得很 是 直接 我認為會講得很直接 那 到底有沒有共識 我覺得是現在這個階段 雙方都還不願意對外講 對 但是這也提醒大家說 中美啊儘管在鬥 但是鬥而不破 那他們也有溝通的管道 所以呢可以看到 中美是G2的體制 很多議題都要談 薛姐你怎麼看 你剛剛那句話是這樣漏了一句 你剛剛說不能只靠自動駕駛 對啊 前面有一句話 他說到舊金山不是一馬平穿 對對啊 就是你要到舊金山不能到了 要通往舊金山 就是你要見面的時候 不是一馬平穿 不是一馬平穿 你不能靠自動駕駛 你必須要do something 就像亮哥說的 回到巴黎島的元首共識 我們雙邊講好 你不能你跟我講一套 結果回去都不認帳還逆襲 然後呢 其實美國很多問題 你自己國內的問題 或國外的問題 都是一團亂 比如說眾議院議長 這個呢 他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他反對原污 然後呢也推動了這個 推翻2020年選舉的結果 也是川普的盟友 然後呢也是投票反對 最近維持政府運作的法案之一 然後呢他跟保守派關係很好 所以你國內有問題 然後呢拜登你106億美元 這個預算你還過得了嗎 143億給以色列 140億給美墨邊境的這些問題 就需1.5億人到援助 40億對抗重道 印太影響力 那當然財長葉倫說 中美關係度過危險的兩年期 好彼得三基金會說啊 美國現在很多問題 像是33兆美元債務 會越來越龐大 最後難以找到買國債的國家 然後加劇了通膨的問題 2023年年底 美國債務跟GDP比例 將達98% 但是倩姐會補充 未來會更多呢 高盛說高利率跟債券殖利率 可能會更加的嚴重 好另外呢 美國第三季GDP 雖然有4.9了 但是美股卻是熟黑的 然後呢 INF說中國大陸啊 在今年貢獻度 經濟成長貢獻度 超過30% 大陸揪經濟啊 揪房市也很重要啦 現在你也通過 增發1兆元人民幣的公債 要再災後重建啦 重點防災啦等等的 廣佈中國經濟再繼續升高向好 我先接著剛才亮哥講的那個 這個兩邊談話呢 就他們常用的 這個我們講一下形式的話呢 就叫做深入坦率實質有建設性 所以可以看出有些深入 有些坦率有些實質有些有建設性 這四個要把它分開來看 那這一次我認為在美國王毅的訪問裡面呢 美國這一方為了促使11月的那種 形式上面的惠盟 所以它完全是避重就輕的 譬如說兩國有這個爭議的部分呢 很仔細的去談了南海 包含中飛的船啊 或者是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這個飛機啊 這些很仔細談了這些小事 沒有談大事 那相對的呢 對於兩邊最有爭議的 就是關於台海跟台灣問題呢 反而就是很簡單的說了 台海的和平穩定 然後一中原則跟美中台三公報 所以在這個地方 而且它是畫在其他的內容之內 在至少他們新聞稿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很努力的避重就輕 而且之前直接讓羅森伯格 到台灣來的時候 就說不支持台獨 就是中國大陸希望美國的表態 他在別的場合做了這個表態以後 這一次王毅的談判裡面呢 就完全的避重就輕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讀這個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這個博弈啊 其實它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 一個是中國大陸現在還有一個很強的 或者是相對的優勢的部分呢 他們是打拳擊的 像科技的部分 這些科技的控制啊 他們跟俄國在金融的這些控制制裁 就是它的很強勢的部分呢 是打拳擊賽 那有些部分呢是賽跑的 譬如說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我們上個禮拜看到一帶一路 進行得非常順利 那麼在前一段時候呢 美國就討論了 他們要去做 從印度中東到歐洲的鐵路 並且呢歐洲也有歐洲門戶計畫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兩條路線可以賽跑 所以有些打拳擊 有些賽跑 就是它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優勢 但是還可以一拼的部分是賽跑的 那另外有一些部分 就像這些這一次這個外交賽呢 就是拔河的 在拔河的時候 你看到兩隊的選手 很用力的在拔 你看到的是一條繩子 其實你看不出來中間的力量 到底是誰加了什麼壓力 哪邊讓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看拳擊 有時候看賽跑 有的時候看拔河 大家看的時候呢 萬變不離其中的 就像王毅說不是一碼平磚這種 萬變不離其中的事 中國跟美國大陸已經進 就是中國大陸跟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 長期的競爭的態勢 那這個態勢會有不同的形式 可是兩邊都希望能夠管控它到 不進入一個真正的軍事熱戰 尤其是現在你已經有烏克蘭戰爭 你有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那這個時候呢 兩邊都棄需要在世界上 不要進入真正的熱戰 那我稍微講一下財政啊 剛才最後講了這個美國的1060億 上個禮拜我們也說了 它中間有些是拿烏克蘭做幌子 拿以色列做幌子 那事實上是美國的國務院要的 它的五角大廈要的 或者是它的軍工產業要的東西 都是包含在裡面的 像一開頭要給烏克蘭的那個 絕大部分的600多億裡頭呢 有300多億是美國自己要的 要重新去建立它的這個情報優勢 以及建立它其他的預量等等等等 那這些東西呢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這些預算裡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長期的預算 跟它的長期的外債的情況 非常的嚴重 表面上說來 在2022年的時候 我們看各國的那個政府的債務比 跟GDP比的時候 像這張圖你可以看得到呢 我們都知道情況最嚴重的是日本啊 新加坡 中國大陸只有到76% 是低於100% 可是我們剛才嘉遠也講了 葉倫說了 今年美國就要到98%了 所以它馬上就會變成全球第二大 政府的負債佔GDP比最高的一個國家 對 那麼這個中間呢 它又是一個非常長期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裡面有兩個大的部分 一個部分我們是我們已經講過了 就是它有很多都是固定的支出 那這個固定的支出裡面 最大的一個部分 現在看起來是它的醫藥的部分 第二大的 這是快速再成長的這部分 是它的利息 然後另外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是全美國人最擔心的 是它的退休給付 Social Security 在那第三條線 這個退休給付的這條線 因為它的人口不斷的老化 這是它的人口老化的現狀 所以你的退休給付只會越來越高 但是你在整個預算裡面 能夠給退休給付的越來越少 因此美國有一個十年的定時炸彈 就是到了2023年 如果沒有把Social Security 做全盤的這種重整的話 它要強制它去做退休給付的消減 就是到了2033年 就是23到33這十年中間 如果沒有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的話 到了33年就強制消減 因此你看到這一次 Peter Peterson他們有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是他最近做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民意調查 這民意調查裡面 你都不用再去分析說 比如說什麼民主黨共和黨年輕年老 因為很簡單 89%的人認為財政問題很嚴重 需要有一個雙兩黨的委員會去解決 91的人認為國債的利息太高 國家沒有辦法負擔 你到了89跟91 真的就不用再分析其他的 93%的人在擔心2033年 如果到時候Social Security 不能夠去做全盤的重整的話 那就有強制的消減 影響到的是絕大多數的 戰後嬰兒潮的人 所以你看到他們現在在提醒說 我們很快美國的國債負占 就會已經到了美國最大的大蕭條的時候 美國政府所負擔的債務是這條虛線 那他在這邊計算的是說 到了2023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離這個曲線已經很近了 到了2029年28年的時候 就已經會到那個曲線 曲線的那個最高的就是有史以來 美國的國債負債最高的點 好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美國的預算不但是一個很難解的息提 它在人口結構的壓力之下 幾乎是一個無解息提 因為你非得去改變Social Security 就是社會這個保險的給付 如果你對這些退休給付不改變的話 它在現在的狀況就是醫療的成本不斷的增加 而且醫療的成本已經成為它的第一大的支出 那麼第二就是它的利息的成本快速飆升的情況之下 它的財政只有越來越惡化 而這個越來越惡化的美國 將會是一個社會分配 越來越不平均的地方 會產生更多的社會上面的動盪不安 因此我們現在看到它在國外 有許許多多在 我放在四個引號裡面 就窮兵獨武的部分 還在支撐它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 一個全球的軍事佈局 但是這個軍事佈局會很快的吃掉 它所有的甚至已經沒有的這些政府預算 它必須要用大量的舉債 才能夠支撐它現在的軍事佈局 因此它跟中國大陸必須在某種情況之下 是一個管控分歧的 是兩邊相向而行的 因為它如果要同時跟烏克蘭跟俄國 在以色列這地方跟伊朗 那麼到亞洲來 還要跟中國大陸競賽的話 那麼美國的軍事佈局 事實上可能是拖垮他們自己 非常重要的一步 對啊拖垮美國很重要一步 因為你可能會因為這個軍事的 太多的一個分清 所以害到美國 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美國呢 剛剛倩姐特別精闢的 說了一下美國的狀況 那中國大陸也有面臨到壓力 但是它體制蠻強韌的 韌性很強 好來看到第一個 NF說 中國大陸今年經濟的成長貢獻度 超過30%對全世界 中國大陸也增發一兆元的公債 要來國債 進行債後重建等等 是一兆人民幣 然後要進行新一輪的防改的問題 而且呢10座城市也推出了 已舊換性的購物政策 那更別說中國大陸 人民幣現在 9月份的全球貿易融資中的 人民幣佔比5.8 世界第二名 然後Swift當中的國際支付佔比 來到3.7也是蠻高的 對那中國大陸當然我們一直知道說 它本來做了內外雙循環 同時它的三架馬車是比美國更平衡的一種情況 所以投資消費出口呢 現在大家攻擊它的就是說 外國的投資好像減少 但是我有提醒大家 有很多其他的新的投資方 譬如說海灣國家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最近看到的數字裡面 它的出口呢 總額雖然是降低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內容有調整以外 在Swift你剛才講的這個結算裡頭 Swift有兩組數字 一個是這個貨幣上面的交易的數字 那那個數字呢 當然美國是最大的百分之八十幾 那中國大陸很小 大概只有到百分之 貨幣交易的是 美國是46.58 然後人民幣的話是3.71 就一半是用美元在做貨幣的支付 可是另外一個數字呢 就是真正跟貿易相關的結算 那美國呢 雖然是在84點多的情況之下 但是人民幣已經是第二名了5.8 同時人民幣你還要加上 它有些不是用Swift這個系統 它是用CIPS的 那用CIPS的部分 那些國家的東西都不在這裡面 所以可見它的進出口的這個地方呢 還有一些數字是可以期待 那最重要的是 這次你看到它的增發一兆 一萬億的國債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體系的韌性 我們上一次在關於碧桂園 或者是恒大的時候講過說 房企呢跟房貸其實分別會影響到金融體系跟資本市場 那如果兩邊影響到最後呢 如果兩邊都無解的話 最後就會產生資產的通縮 就是你的asset deflation 然後最後也可能造成 也許造成你的資金外流 會造成系統風險 所以它是一個一直不斷的循環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中國大陸在怎麼做呢 你看到在房企房貸這邊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但是它的重點是放在保交付 同時啊 它在這個地方也開始去處理道德風險 也開始去處理犯罪行為 所以你前段日子有看到 這些人跟不同的銀行的行長發生了問題 那這中間就是道德風險 尋租行為跟犯罪行為 所以這個地方開始進行了 那另外另外一個最危險的其實地方財政 因為我們一直都還沒有談到 城頭是一個很大的受害方 在過去的10年中間很多的城市 是用城頭的這個體系去做地方融資 那這個城頭體系呢 時常也涉及到了像土地啊 或者是土地的流轉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 跟房地產相關的部分 那它如果出了問題的話 它會出生產生問題 第一個是地方有債務風險 本來美國像那個Goldman Sachs 就認為地方債務就是高到94% 非常非常大 所以它地方可能會產生地方破產 第二個呢它可能會有 對於它當地需要去支付的三保產生問題 那第三個呢當然就是說重要的資金 重要項目的資金沒有辦法去支付 所以這一次你看到忽然之間 就是10月24號呢就通過了啊 這個一兆的國債 那這個國債呢很清楚 它說目標就是地方的防汛防洪啊 救災應急包括了北方的河流的整治 就是經經濟 就是我剛剛講的重要的項目的部分的資金 直接的就提供了 同時在由中央增發國債 就是由中央的國營跟中央的財政去增發國債 而指定的讓它給地方用呢 就同時也稍微減輕了一點地方財政的負擔 並且這些債的發的期都是比較長的 所以地方財政的那些短債 也會用那些長債來替換 所以同時的挪掉了一些地方債的負擔 挪掉了一些短債的壓力 那麼另外呢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間 具體的提供重大項目的所需要的資金 並且在管理上面 它就特別的強調說 一定是要有規劃才有項目 有項目才會有資金跟要素 那這個時候呢它就避免了排擠效應 也避免了這個在被挪用的這些風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三角形的體制裡面 它有的時候過去其實在97年金融危機 在2009年的時候 這個全球的次貸風暴的時候 它都時常用中央財政呢 去背負一個比較大的責任 然後用中央財政所背負的這個責任 再去分配到底下 做好了比較好的分配工作 我時常說發生問題的時候 政府的功能就是分配痛苦 如果你上面不背 就是底下要直接去面對 分治而來的各種的壓力 那痛苦就會一直壓到最下層 而中國大陸時常是在中央的部分 尤其是有國營體系 就是六大國營體系呢 就是做最大的背負者 然後讓這個問題可以從 短期可能發生的問題呢 拉成長的問題 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 其實大陸的地方財政是非常危險的 譬如說8月12號的時候 違訪呢就用強制要把它的到期的債 延期的方式 他們說這個叫做技術性違規啊 避免它那時候就爆雷 那跟它一樣的城市其實非常多 所以由中央財政去發一個 一兆的債務 去同時解決了地方財政的 那個重大的財務財政的債務問題 它的短期的問題 以及它仍舊需要去 進行三保的支付 以及重要的項目的建設 這些東西都靠著 中央財政的這個一兆去推動 那當然在最後的兩個月 要花掉5000億對於今年的GDP成長 是有幫助 而且另外的5000億呢 在明年的上就是第一第二季 我相信在春訓的時候呢 也是會給各個地方很大的幫助 對有這個保底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西方暢衰中國大陸的崩潰人 第一個沒有崩潰 現在GDP成長非常好 然後再加上呢 這個1萬億1兆的 人民幣的這個國債呢 其實剛剛倩姐說了 這個韌性更強了 好我想問一下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呢 中美啊這個氛圍有一些變了 然後呢其實很多國家 也想要訪問中國大陸 譬如說澳洲也是如此 先來看到了這個 為什麼說中美氛圍變了呢 西拜真的有可能會晤 然後習主席最近呢 還有跟王毅也在北京會見了誰呢 美國的加州州長紐森啊 習主席提到三個關鍵字 珍惜匯聚跟潛力的問題 那美國加州州長說呢 不認同聯合遊戲 中國越成功世界也會越成功啊 然後最近看到中美真的動起來了 經濟工作小組開會 金融工作小組開會 然後呢 謝峰也提到什麼呢 中國大陸跟美國都是呢 最大的農品的 什麼進口國啊 跟出口國 然後2022年中美農產品的貿易 突破了500億美元 路透也說 中國道進口商在愛華爾州啊 愛和華州 簽署了數十億美元的 美國農產品的協議 中美直行渴望 每週爭到了七十八 好香山論壇這一次呢 其實美國也有代表來嘛 然後呢其實香山論壇 中國大陸也邀請了巴以衝突的代表 其實也要提供一個機會 讓大家能夠有一些溝通的機會 然後說到了下禮拜重點 還有呢 愛班尼斯澳洲總理呢 也要訪華 也許也會跟習主席見到面 大使 對現在這個整體的氛圍看起來 就是說好像美中關係趨穩 那其實這個可能就是說 可以說雙方現在想要把這個關係 把它穩定下來 所以你看王毅去他講的主調 他講的我認為有四個字 是這一次他去的核心的一個意涵 就是止跌棄穩 也就是說這個關係一直在往下掉 現在這些動作 只是讓這個關係不要再繼續惡化 然後從不穩定走上穩定 所以我覺得從中國大陸角度上來看 是做最後的打算 那麼跟美國人就是跟美方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起合作 不要把這個關係繼續惡化 反過頭來就是說 對你期盼也不大 對然後呢就是說能夠穩定就不錯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大家怎麼講呢 過去中國大陸還是把交涉主力放在 跟美國關係交涉主力放在華府 那現在你可以看出來 中國大陸對華府的政策 基本上也改取 改採取大包圍 然後呢手中有攻 然後呢這些攻擊的部分呢 是比較迂迴的 不直接跟美國這些對衝 可是呢這次王毅在美國講的話 非常非常清楚 我覺得這幾個子跌棄穩 王毅講子跌棄穩 可是他有三點喔 這三點我是 我認為是核心 第一點就是說 他說一定要尊重 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 他說你一定要回到這個規定 這個就是美中關係的政治基礎 他們建交的基礎 建交的基礎 核心就在台灣問題 所以他今天就點名了 就是說這個是所有一切的基礎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他說要回到國際法 及國際關係的準則 你美國人講的這個rule base 那個中國大陸現在不買單 你照你美國的rule 你今天對中國大陸各種的制裁 中國大陸就回擊 也就是說你用了一大堆 現在美國提出一個 這一次在布林肯提出一點 希望中國大陸公平對待美國貿易 美國產生在中國的合法權益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就是中國大陸開始對美方企業 不管是間諜法沒有那麼直接 反間諜法沒有那麼直接 可是呢 對美光的這個安全的這種質疑 對美光產品的這種 某種程度的制裁 還有就加者跟這個 目前實惑的管制出口 對美國來講 他已經都感受到這個壓力了 那第二點 還有一點 這個叫什麼 這個順應時代進展的潮流 這也是王毅講的 也就是說美國今天是怎麼樣 在開倒車 你在開全球化的倒車 你在開這個自由貿易的倒車 你在開國際關係民主化倒車 所以他就一直就講這些 不過整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看王毅這一次 也沒有答應習近平要去 沒有 完全沒有鬆口 你家超也沒講 對 他的講法是很簡單 他說 這是 這次談判 是要通往舊金山 沒有說 剛講面向舊金山 面向舊金山 這句話 基本上根本就還沒有解除警報 很多沒有解除警報 對啊 然後呢 我看了事實上美方 尤其是蘇利文的 蘇利文的 他這個 在白宮的新聞發言稿裡面 他兩點也是針對兩點 第一個 他說 美國 中國大陸要對 繼續要 要克制對台灣目前這種激進的作為 還有一個 中國大陸要克制哪裡 在南海的作為 對 所以光這兩點來講 你就看跟這個王毅的講法 有多大的差距 當然我剛剛講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 美國不會把華府作為唯一 對有關美中關係的這個交涉對手 那麼 意思就是 也有很多轉向 第一個 搞美國的州政府 你這一次 這個美國的加州州長 加州你知道 獨立出來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 這個有三千多萬人口 那他也是美國面向太平洋 跟美國東部這些 在mindset 在這種觀念上 在這種心態上 是很不一樣的一個州 所以他們是對於亞洲是那種興趣 實質利益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看這個 紐森 這個加州州長 在中國大陸的表現 很讓中國大陸民眾 很和中國大陸民眾喝口 而且他一點都不做作 他是很自然的表現 他去看這個 看了這個 這個 紫敬城 他是由衷的 由衷的感到震撼 對 那個門一打開 他說哇 這個顯示是 超過他所能夠想像的各種 這種美 偉大跟壯觀 然後他這次去中國大陸 你看 從香港開始 一直到深圳 一直到上海 一直到北京 他是怎麼樣 也是一種學習之旅啊 那他在北京 給他高規格的接待 那最後他的各種言談 事實上的話 他的整個調子 跟華府的調子完全不一樣 他覺得脫鉤是不可想像的啊 雙方只能夠密切合作啊 這也不需要他 他去特別的去 特別的去 去再雕琢 另外一方面 譬如說澳洲 Morrison 中國大陸過去兩年 跟Morrison 我講錯了 那個艾班尼斯 這個政權 過去花了差不多快兩年的時間 基本上怎麼樣 就在營造 雙方關係的 重新回穩 然後呢 新的方向 這個針對誰呢 這是針對華府 我就是說 現在北京對華府 是不抱任何的期望 那對華府基本上 一方面跟你 兵來降黨 水來吐焉 你要我跟我合作 你要求的這麼多 我都跟你達成了 是 我也跟你進行了 經濟的這個對話 另外一方面 這個簽了幾十億美金的 這個合同 買美國的這個 這個糧食合同 對不起 不是合約 是意象書 對 沒有一定會成功 那意象書 這個東西簽了 不見得一定買的 所以我 他基本上 調你美國中西部的各個州 然後這些農業州的 國會議員 調一個胃口 基本上 原則上 我會買後面 再看你什麼表現 看你表現吧 所以這些中國大陸 在這個很巧妙的 我認為很巧妙的 已經把中國大陸 跟美國的關係 已經做了一個直上的調整 基本上就是說 表面 我還是跟你應付 可是實際上 我都是從側面迂迴的 甚至直接的 不管是拿胡蘿蔔來怎麼樣 來誘引你 另外一方面拿著 拿著棍子 從旁邊 從澳洲這一棒 打到你華府 對 因為這次艾班尼斯沒有錯 他還是給美國面子 先到華府 然後他也告訴美國 他告訴拜登說 我完了以後我就要到北京了 然後他說 你是可以接觸 不過你要怎麼樣 你要很審慎 你要核實 你要核實 拜登還特別跟他講 你自己要跟那個習主席見面 就你還跟那個艾班尼斯說 對中方信任 但要核實 就艾班尼斯馬上說 澳洲有戰略的競爭 但是澳洲關係是可以合作 就合作 也希望跟中國大陸展開建設性對話 我覺得 我就一直在想 他那個英文用什麼 是不是用verify這個字 verify就是 你不要信任人家的意思 他跟你講什麼 你都回來查核一下 這就是拜登給艾班尼斯的勸告 可是他又能怎麼樣 艾班尼斯已經宣布了 他還到北京的時間 我就是要去 到你華府那邊 給你華府一個面子 那為什麼今這一次去 我覺得王毅講話 都已經易於言表 今天我只是跟你指迭氣吻而已 然後我三個原則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是不在美方 是在中方 對 本來俄物戰爭就已經拖了夠久 那現在又一個 以色列跟這個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這個問題 美國 我覺得 他是在一個大懸崖的前面 如果這件事情 失控的話 美國會最矮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美國 我骨子裡面沒有底氣啊 跟中國大陸交涉 現在沒有底氣 對 那你看中國大陸 還沒有做到一點 就跟普丁很簡單 把哈馬斯直接請到莫斯科去 對 所以普丁就直接幹了 對 那今天中國大陸 只是跟美國較勁 我說他都是迂回的 就變成 你美國的 你美國的 你的安理會決議案 對不起我就否決權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在安理會裡面 都跟美國 不直接對幹 可是呢 所有的表決 都是跟美國 站在對立面 然後現在 逐漸累積了 一百二十一票 對四十四票 變大多數了 一百二十一 中國大陸站在一百二十一 棄權的四十四 然後反對的只有十二 一百二十一對十二 美國在今天還有什麼底氣 跟中國大陸玩硬的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解控